字幕君 字幕君 Hello 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奥迪雪奥迪 那今天要来跟大家介绍的呢 又是我们卖法兰玩具系列 DC Motiverse 的 这是吸血鬼系列 那有的是新的 有的是旧的 旧的就真的很久了 都一大堆灰尘 很没有时间去开啦 这一支第一支是我们的绿灯侠 这一支是我非常的喜欢的一个造型 就是看起来非常的酷啊 跟原本的造型不太一样 因为它那个头雕整个非常精致 背面就是一个美术图片 第二支 这个比较旧啦 是我们的小丑 原本小丑就看起来就是小丑的模样嘛 那这个是有加那个吸血鬼元素在里面 其实看不太出来有什么太大的不同啦 但是就是一个 蛮特殊的系列 所以有把它收藏起来 那后面一样是我们的美术图片 第三支 是我们的 超人的吸血鬼版本 也是一样 看起来就是比较黑暗一点的 蛮喜欢的 背面一样就是我们的美术图片 好 那我们就赶快来开箱吧 刚刚在开的时候发现一个比较不一样的 超人的啊 旁边有一个好像是庆祝它85周年 所以它的这个上面这边是不一样的logo 这旁边这边都有一个小logo 那另外两支就都没有 那我觉得这个是蛮特别的 绿灯吸血鬼 小丑 吸血鬼 超人 吸血鬼 那可以先给各位简单的看一下 这是我们的吸血鬼超人 也是非常轻便的一支 然后我们的小丑吸血鬼 有更邪恶的感觉 这次系列里面我觉得最好看的就是我们绿光的这个版本 等一下细节再给各位看一下 这支非常的不错 好的那我们就赶快来看一下它们的细节如何吧 请给各位看一下这次的配件 它是有附赠商品卡 但是蛮妙的是 绿灯的吸血鬼是没有商品卡的 所以就只有这两位 小丑跟我们的超人 那正面就是美术图片 背面角色解说 一样 麦法兰非常标配的底错三片 好的咧 那我们就一次三支来看一下它们的可动如何吧 那我们先从我们的最右边的小丑开始好了 这一支 感觉就是跟它以往的小丑差不多的素体造型 那唯一不同的就是换了头雕 跟它这个手部的这些涂装 好那我们来从头部开始看一下它可动如何咯 很奇妙它歪头有一个方向是可以歪到非常歪 但另外一边就无法 然后整颗除了360度之外 其他幅度没有到超大 那手部的平局没问题 可是没有办法抬高到顶到手 二头肌的切线旋转也都很好 手肘的部分也是双关节 幅度也都OK 这一支手腕就没什么悬念啦 非常的顺畅 因为 一口处 算是 没有太多阻挡 胸部跟腹部的部分因为一体成型的 所以 不太能 活动 只有一点点转腰 那能不能360度我不想尝试 因为感觉会把它弄坏 整体凹折起来没什么大问题 就是跟一般卖法兰的活动幅度差不多 脚部的部分不太能旋转 因为它的 裤子的 库口这一边是 硬的 所以它没有办法太多活动 那其实我个人是觉得在天气比较冷的时候 要玩这种玩具要小心 因为毕竟它们也是塑胶嘛 所以如果你冷的话它比起热的 它会比较更加硬化一点 你有可能在把玩的过程中 稍微用多一点力怕 它就会断肩这样 就我觉得多少会有点影响 天气比较冷的时候还是要 更小心一点 整体看一下它的正面 标准的一个小丑 然后背面就是一个 干净的西装 那我们来看一下这只小丑的细节 可以看它的面部雕塑 比原本的小丑又更加邪恶一点 那我觉得它这个雕塑算是非常的不错 很拟真啊 觉得麦凡的雕塑的头雕 大部分都做得非常好 这只也不例外 就是非常的细的感觉 你可以去慢慢的去欣赏它的那个头部的细节 包含后面这个头发的层次 都做得非常好 然后来到我们的衣服 衣服其实就是标准小丑系列的素体 然后它这些二头肌这些切线都做的是 角度对的话就非常的密合 那也有保留它的可动 所以就看它以造型为主 还是以它可动为主都可以 吸血鬼版本比较不一样 是它手部跟头雕 那它的手是有做这种燃血的感觉 然后指甲稍微变得尖一点点 除此之外没有什么太大的不同 包含它另外一边的手掌也是一样 那一支是做握持的 另外一支是做开掌 然后可以看到它这些其他的细节 其实就是之前历界小丑的细节 非常非常素的一支造型 主要真的是着重在它的头雕啦 头雕真的做得很好 然后小丑这一次有附赠一个非常奇怪的铁锤 就它造型没有到太理解 应该也是跟漫画里面有关联的 就是一个小丑的脸 然后握把处是它的鼻子的延伸 颜色上没有太多涂装 就是一个整支绿色的 可是它在那个细节雕塑上面 还是有那么一点点用心啦 两面都是有这个 Joker的这个J的感觉 可以给它抓在这个握持的手上面 就是一个配件 脸的造型是蛮像的啦 反正就是小丑 我们的吸血鬼超人 也是一样 先看可动 从头部开始 算是蛮灵活的啦 像这种手部比较灵活的啦 我就比较不太知道它的那个二头肌那边做关节干嘛 因为它通常一转就是整只手一起转 那你这边就没有必要再做一个 可以再旋转的结构 我个人觉得啦 所以这个不知道为什么 它也不会说到我转不了手的问题 双关节一样非常的标准 然后这支的手肘又比小丑的更好动了 因为它一样就是直接裸露在衣服的袖口外面 所以完全就是没有那个限制的幅度 这支就是很好去扭动 胸部幅度非常大 后仰都是后仰的幅度很大 非常软Q的腰 然后上胸的部分感觉是无法做旋转的 因为就很硬 转不太起来 但是下腹的话 360度没有问题 劈腿非常的优良 那它的膝关节的部分 因为后面的那个肌肉群太发达了 所以它没有办法顶到屁股 所以它是很硬的 脚掌的部分 它的球形结构是直接做在裸露的 所以 非常的好移动活动都没有问题 360度也都可以 这一支的可动可以说是非常流畅 因为这是一个很标准的素体 然后可以看一下它正面 黑黑的一只超人 非常帅 然后它背面的披风也是偏简陋 但就是一个很简单的一个流线型的感觉 有点飘逸的感觉 超人版本的吸血鬼 也可以看到它这一次的雕塑 真的非常的喜欢 很细啊 你看它那个皮肤溃烂啊 包含那个眼部的那种 喷漆的那种涂装 还有它的牙齿 就是它这个细节真的 做的没话说 很喜欢它这一次的头雕 就比起一般那种 超人或普通的那种角色 它反而是这种变体版的 有时候做的那种雕塑会更好 你看那个头发的细节 同样都是麦法人的产品 有一些就做的非常的好 然后一路到它的身体 身体其实就一般的超人的造型 然后是稍微黑色红色的配色 一路到它的腰带这边 也是有一个超人的符号 然后手部一样 它吸血鬼系列基本上 就头雕跟手会有点不一样 那它的这个手就是 有点爪子的感觉 但那个爪子处的那些纹理啊 其实做的是满细致的啦 皮肤的那种扩张的感觉都做出 它有这个爪子 非常的精致 然后我这一支不知道为什么 是不是 它可能工厂在做的时候没有弄好 它有时候会出现这种 我觉得算小瑕疵啦 就是你可以看到我这个 一只脚的部分是 有点点是 变形 我觉得有可能是它在加工处理的时候啊 可能有融掉还是怎么样 就是一个小缺陷 虽然说它藏进去裤子里面就不影响 那一路到它的靴子处 又做一个小分射 那它的球形是比较 新版一点的 就看起来虽然也是一颗球 只是它在细节上 就是会比较吻合它脚的形状 看起来不会太突出 就是一颗球 背面的细节 一个非常流线型的披风 虽然麦法兰德都是这种 胶感的这种披风 可是我觉得它这种 流线做得还不错 后面的这个 脖子处啊 也是刻画得很好 就是它那个皮肤的纹理是有保留下来的 那再给各位看一下它的侧面跟正面 有没有 非常的细 这一支真的很棒 如果是原版的超人跟这种变体版的二旋一 我一定是选这种变体版的 因为真的太帅 然后另外超人还有附 两支 替换手 就是两个都是握拳的 可是我觉得这个就张力没有那么好 这两支应该就是会藏住那个配件箱里面 就是两个握拳的姿势 看你easy的喜好分配 再来就是我们的绿灯 战警僵尸版 那一样是看它的可动 我个人真的最喜欢这一支 这一支的整个细节 哇真的做得超好 还有旁边这个配件 画龙点睛的感觉 我们先看一下头部 下低是有的 上台也还可以 一样都是一侧的扭头幅度非常大 还算都可以扭头啊 扭很大的头 然后360度 没有问题 哇这一支的 臂展幅度非常大 但是一开始偏硬 所以你要很大力的去把它拨开 它可以做很大幅度的动作 那两支手是都可以做旋转 可是另外一支手应该有配件 所以如果有配件搭着的话 就不太会想要动它 因为这个配件应该我都是 挂在上面 不会想要拆下来 那它要拆下来是可以啦 那它的转动幅度 就是非常 不错 这应该就常注在上面 不会下来 因为它这个配件可以说 是做得非常的好 哇这个幅度是非常夸张 非常夸张的90度 这一支非常的 高度可动 我觉得反而是这三个 这三支 就包含蝙蝠俠 其他的系列里面 基本上麦法兰全系列里面 我觉得它的可动算是 嗯 前几名的 都非常 姿势都可以非常动态 然后都可以hold得住 这支可动很厉害 上胸一样也可以旋转 下腹也是没问题 这到劈腿的地方会有点卡 但是前后劈的幅度又是非常可怕 然后一样裸露的标准球形 所有角度都没什么问题 好的那这支就是我们的绿灯吸血鬼 可以看一下它的正面 就是它这整个配件的感觉 跟它这个手 真的是非常的有造型感 很帅气 背面的话 延伸过来的那配件的感觉 都非常不错 就是一个标准绿灯素体 但是有在细节上面不太一样 哇 这一支真的是 最最最最好的我觉得 就你可以看一下它的 面部雕塑 完全是不一样的绿灯侠 就小丑是在这里面我觉得最还好的 因为小丑它本来就是够邪恶了 看不太出来它那个面部的不一样 但是绿灯侠你看 哇 那个牙齿跟它那个嘴巴扩张的感觉 整个就真的是吸血鬼 很棒的一个雕塑 那一路到它旁边耳朵这边 也是有稍微拉尖一点点 然后到它的胸部 一样 胸部跟手部啊 基本上都是标准麥法兰的绿灯造型的素体 应该是继续使用的啦 然后唯一不一样的地方就是它的手部 手部一样是雕塑跟造型上面都是 有这种多一个指甲的感觉 还不错 那另外一支手又更特别了 因为它有一个配件 是 依附在手上面的爪子的形状 就我觉得这种超酷的 就不是在给你一个光球或怎么样 它是一个 光爪在它手上 这个看起来就 非常不错 尤其它这种 菱角的部分都还有做到这种细节 就很符合它手的形状 很赞 那一路到它的脚部 不同绿色分线的靴子 那背面它这个配件啊 是可以做拆卸的 那它拆下来基本上就是一个非常素的 然后后面就是有一个洞 就是可以给你这样装上去这个配件 我个人也是一样啦 这种配件应该都是常注在上面的 就不拆下来了 那如果是要给分数的话 我个人觉得这一支 绿灯 我是给最高分的吸血鬼系列里面 太帅了 那第二支我喜欢的是超人 超人的这个 面部雕塑 这两支非常的 有细节的感觉 第三支 小丑就略显逊色一点 是也不错的头雕 可是 因为就太像小丑了 头雕里面算是麦法兰做的还不错的 但是 没有太大的特别 好的那这就是本次的开箱分享 如果喜欢我的影片的话 欢迎按赞订阅分享开启小铃铛 那我会定期不定期 跟各位介绍有关 卖法兰 最新的或旧的 还没有开箱的 或预购的解说 那也不限于卖法兰啦 但是目前最大总 买的最顺手就是卖法兰 因为真的很便宜 那希望各位喜欢 我们下次见